第九百五十几 你们男人不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吗 我还听说好大一部分男人喜欢鼠女 宁巧不屑地说 那是其他人不是我 燕浩轩有些尴尬地说 再说了我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 如果是那种人 上一次我就直接把你吃了 混蛋你还敢说 宁巧一听叶浩轩提到这个 就是又起又急 上一次遭人暗算下药 是叶浩轩把他给救了 按理来说 他种的那种烈性的药 这需求是很强烈的 但是叶浩轩这个家伙 竟然难得的君子了一回 竟然没有碰他 这让宁巧很生气 也很不理解 心想难道老娘在你的心里就是这种地位 你宁愿用手帮我解决 也不愿意碰我一下 不提这个 我们不提这个 叶浩轩连忙插开了话题 说吧 你有什么问题 宁巧这才没好气的瞪了一号悬崖 然后按开了电梯 我只是觉得他不是一般人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啊 前几年 丈夫和他丈夫的弟弟 在国外经商时遇到一些特殊事情死了 一同死的还有他的侄子 现在他一个人 挺苦的 宁巧说 你调查清楚了 叶浩轩问 当然 我用人的时候 都会提前做一番调查的 尤其是经纪人 这可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宁巧知道 叶浩轩不会无缘无故地问这个 他诧异地问他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可能是我想多了 叶浩轩也要头大 电梯来了 走吧 一楼的会客大厅中 已经有一个光头男人 在那里等了 看着他跟前的烟灰缸里面 已经有数个烟地了 显然他在这里等的时间 已经不短了 男人有四十多岁 看起来一脸的匪气 他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凶巴巴的样子 尤其是那一头的大光头 更是让人有些心惊 不知道的简直认为 他刚刚从监狱里面出来呢 这个男人就是著名的 福康宝剑的老祖 李江 福康宝剑在电视上 打的广告是非常的火呀 显然是国内保健品的领军者 而且他们的保健品销量 与今年过节不收礼的那款保健品 几乎是持品 这个销售的火爆程度可想而知 李总 真的不好意思 让你就等了 宁桥走上前有些歉意地说 哈哈哈哈 没关系呀 令小姐给面子出来见我就好 李江笑了笑 露出了一口的大惊讶 看起来这个家伙就像是十足的爆发火 这次我们福康宝剑的最新产品 夜三临风交拉的所有资料 令小姐你看看吧 这些合作的事情 我已经和你的经纪人谈过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想我们能进行一场比较愉快的合作 李江拿出了一份资料 宁桥接过资料 翻了几眼 就递给了一边的夜好轩 她笑道 李总 你也知道 现在的广告行业不比以前了 首先 我们不能夸大 而且我觉得 既然观众相信我 我就要为他们负责 你这个风交的效果 有待我验证 等验证之后我们再谈好吗 哈哈哈哈 你总的话我理解 但是这个红交的皇子啊 真的鱼丝面上的房子是不一般的 我是从一个老综艺的手里 花大价钱买过来的 有抵制干冰的效果啦 李江说 我知道 我不是不相信李总 但凡事总得有过程吧 你这个风交的方子 是从哪里来的 夜好轩已经看完了配方 他把手中的资料一盒问道 将这席地的一个老综艺 手里买来的啦 平时他都是自己熬制的 那老综艺的名声很小的 他靠的就是这个风交出名的 李江笑道 宁姐 不用验证了 这款风交按配方来说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样品吗 夜好轩指着桌子上几罐包装 很精美的瓶子说道 是的 这个就是样品 你那明星啊 你放心吧 我们福康宝剑的声誉 你是知道的 这东西根本就不用验证 李江大大咧咧地 说着 就打开了一瓶野生的风交 随着瓶子的打开 一股清香从瓶子里传了出来 让人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了精神一阵 如果再加入几味药 我保证你的风交效果 能提升几个档次 叶浩轩挑出一点风交浅尝了一口 对于这种品质的保健品 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现在市场上的保健品很多 效果吹得简直是能起死回生的 而且几乎每个保健品 都打着宫廷秘房 帝王专属等等学的 甚至还有枪手编出了一些 并不存在的典故来 但事实上市面上的那些保健品 大多数都是挂羊头 卖狗肉的东西 无非就是一些 碳水化合物的能量等东西 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眼前的这款 山林风交不一样 如果它上市 再配合长期的一些 治疗肝病的中药 不仅能让病人的肝功能 恢复得更快 而且 长期的服用确实 能达到护肝的作用 这已经是经过传家们验证了 效果已经不错了 李江有些吃惊地看着叶浩轩 他觉得叶浩轩有些眼熟 李总 既然我朋友说没问题 那我们的合作就这样说了吧 回头你个合同 我们双方看看 没问题就签了 宁巧这次出乎意料的爽快 哈哈哈哈 那感情好啊 宁小姐 祝我们合作愉快啊 李江大喜 他往宁巧这儿跑了好几趟了 但是宁巧对这种保健品的广告 是不怎么感冒的 也有人建议他找别的人代言 但是他觉得 宁巧的公众形象一直不错 如果有他代言的话 效果会更好 但是跑了这几次 都没有谈拢 因为宁巧是一个认真的人 他要求验证保健品的效果 但要真的验证 一圈部门跑下来 恐怕最少要耽搁不少时光 可他没有想到宁巧 会对这个年轻人的话 这么相信 他诧异之下 不由得多看了叶好轩几眼 只是他越看越觉得 叶好轩有些眼熟 合作愉快 不过我朋友的话 你不妨好好听听 对你的东西有好处的 宁巧笑道 呃 这位朋友 看着很眼熟啊 李江问 我姓叶 叶好轩笑了笑 你是医生 是叶好轩 李江脑海中猛的一闪 这才发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不正是这段时间搞中医 搞得风生水起的叶好轩吗 医生 养生大驾 武林高手 一时间 叶好轩的几大头衔在李江的脑海里塞得满满的 因为是搞保健品的 所以他比较关注叶好轩 他一直惊叹叶好轩的养生善访的药善效果 他早就想和叶好轩见见了 可是他知道以他的身份根本是不可能的 他也没有想到这一趟竟然会有意外之喜 叶好轩竟然会活生生的站在他的眼前 李总好啊 叶好轩笑笑 医生 叶先生 我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里见到你 我对您可是慕名已久了呀 李江向叶好轩伸出双手 他今天是格外的高兴 这可是传说中的医生啊 养生大家 随便在他的方子里面提点几下 他的方子马上就可以提升几个档子 他甚至看到了他这款养生胶销售火爆的情况 只是有些虚名罢了 倒是李总的保健品做得不错 我对李总的保健品做过一些调研 效果毫不夸张 这是真的良心企业啊 叶好轩道 叶先生说笑了 我只是觉得吧 这是我们做企业最基本的诚信罢了 李江笑道 消费者也不是傻子 你广告打得再想 产品的效果跟不上 那也是不行的 就像是今年过节不收礼 连续几个季度 销量都远远的不如我们公司 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效果好 我们是用心做的产品 而不是靠的广告营销 说到这个 李江很自豪 福康保健 现在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保健品大公司 靠的不是狂轰乱炸式的广告 而是真正的良心产品 叶好轩感觉李江这个为人 不错 虽然这货看起来长相有些凶 但是他的企业 却是良心企业 就拿广告这件事情来说吧 李江在江这一带很有背景 他完全可以胁迫宁巧 接广告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 他只是一个劲的来这里谈 就说明这个人虽然长得凶 但是为人还是相当好的 这让叶好轩对他的印象不错 这件事情也再次说明 人不可貌想 关于保健品的市场 其实在华夏根本就是一片空白 大部分的厂家推出的保健品 包括一些保健酒 都是挂羊头 卖狗肉的垃圾 效果根本是一点也不明显 而福康保健是个例外 虽然这个公司推出的产品不多 但是每一款产品都是经过正式研发的 而不是用一些添加勾兑出来的东西 所以说叶好轩打算帮李江一帮 好一个诚信为本 我们这里如果多一些李总这样的人就好了 叶好轩笑道 李总公司推出的保健品貌似不多吧 其实叶医生应该明白 一款真正的有效果的保健品 不经过细心的研发辩证 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保健品就类似于药品一般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卖的 我与其他人的不同 我讲究诚信 有效果就是有效果 所以我们的产品研发投入的资金很大 研发出来的新产品也有限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产品的品质 一定是最好的 广告的效果一定能达得到 李江说 我这里有几个配方 市面上大多数的广告的保健品 吹嘘出来的效果它都有 而且绝对好 如果李总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谈谈 叶浩轩笑道 叶 叶医生 你说的是真的 李江愣住了 他那张看起来有些凶巴巴的脸上 显满了惊喜 如果叶浩轩能亲自拿出来几个配方的话 那当然是好的 叶浩轩是谁 现在全世界瞩目的医生 如果福康保健品 有他手里的保健配方 不管是哪个方面的 都一定会受到外界关注的 到时候广告稍稍的一营销 那利益几乎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 当然是真的 不过 我只提供配方 不提供代言的 叶浩轩说 好好好 只要叶医生能提供配方就好 李江大喜 如果叶浩轩的配方再加上 叶浩轩的代言 那投入到市场的以后的效果 自然是不用说 那绝对是杠杠的 但是叶浩轩呢 也有自己的考虑 他现在呢 也算是公众人物 毕竟配方是出自自己那里 如果他为自己的配方代言的话 恐怕有些喷子又要说他 王婆卖瓜了 而且他不是明星 他只是一名医生罢了 所以代言的这种事情 还是交给宁巧来做 这是安胎的 专门为孕妇提供的 叶浩轩 先写了一个安胎汤 现在环境污染的比较严重 再加上人们的饮食起居 都不太规律 所以说 孕早期的孕妇 要十分的小心 叶浩轩的这个方子 孕期长佛 可保无忧 好好好 李江如获至宝地捧在手中 这是一期见味的酒 这是保证睡眠质量的安神汤 叶浩轩一口气写了五六个方子 他写的方子 是市面上大多数保健品广告 投入方最多的区域 现在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越来越多的人注入养生 但是养生并不是喝点广告 炸出来的保健品就好的 一是看保健品的效果 二是看自身的养生方法 叶浩轩拿出的方子 效果自然不用多说 目测不久以后市场上的保健品 又要有一次新的走向 叶医生啊 真是谢谢了 你的方子不用去验证 效果我相信 你开个价吧 李江说 价钱李总看着给吧 我也不是为了钱 我只是觉得 李总这个朋友值得交 叶浩轩笑了笑 说真的 如果按估值来的话 你的这几个方子 价格我还真的给不起 李江苦笑的 这样吧 叶医生 回头问你个合同 这几个方子 你技术入股 我们的福康保健 你看怎么样 李江不愧是做生意的 如果他出个价钱 把这几个方子摆下 自然能赚的是 喷满钵满 但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让叶浩轩 以技术入股的方式 入股福康保健 那以后叶浩轩 拿出来的保健方子 一定会更多呀 那么福康集团的前途 简直是不可估量 行 李总看着办吧 叶浩轩笑了笑 那好 我现在就让人去弄合同去 叶医生有时间没有 我请客 咱们喝一杯 李江大笑道 改天吧 到时候我请你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那好 那我先回去了 改天我们再见 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 李江的心情不错 这一次来 不但是广告的事情 谈拢了 他又把名栋滑下的医生 拉到了他的阵营里 以后公司的路 绝对会越走越顺的 你和他认识吗 李江走了以后 硬瞧有些诧异的问 不认识 第一次见 叶浩轩摇摇头道 那你给他的这份见面礼仪 客不清啊 宁巧说 他虽然不是做生意的 但是他是明眼人 叶浩轩现在明动天下 凭借医生的名头 随手丢出去几个方子 这对一个保健品公司来说 这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感觉这人不错 想帮一帮 而且我又不吃白帮 叶浩轩笑道 市场上的保健品 有着很大的市场潜力 可惜现在不管是邵氏 还是长级 都没有时间去进军保健品市场 而且等中国走向世界以后 长级单是中药这一块 就难以顾得过来 又哪里管得了 这保健品的市场呢 市场空着也是空着 所以你就找个人品 说得过去的人 扶持起来 宁巧微笑道 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叶浩轩笑道 其实不仅仅是保健品 就算是现在的制药厂 都面临着转型 我相信三年之内 中药必定是风靡全世界 十年内 中医将会有着 与西医比肩的能力 而作为中医的发源地 我们的华校 当然是中药的产地 到时候那些 现在哭着喊着 抢了我们饭碗的制药厂 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的 前提是他们能熬得下来 每个行业转型的时候 都会有阵痛 只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 这只是暂时的而已 叶浩轩说道 现在的制药行业的确是有些不好混 尤其是华夏的内地 中药几乎占据了大多数的市场 西药已经有些不流行了 大家好 热透视题材 吊打各种不服 欢迎大家收听评论